记者简会如台北报道 香蕉米乖乖炫风席卷立法院 齐山在地农产香蕉和台湾知名零食乖乖的结合 研发出香蕉米乖乖 今天开卖已经全数受庆 立伟邱一盈今天带助饼前到立院分享 马上掳获立伟们的心 个个赞不绝口知名食品公司乖乖 早上高雄齐山第三代角农郭泰成 研发出地区限定的香蕉米乖乖 今天在齐山正式开卖 首批香蕉米乖乖共24000包 民众可前往实体通路 齐山老店及美饼铺购买 或是搜寻红运及时脸书粉丝专业洽询 红运及时表示 首日第一批乖乖已经销售完毕 预购数量已经达300箱 高雄立伟邱义盈今天带助香蕉米乖乖到立法院分享 立伟肖美琴在脸书上贴文表示 立伟邱义盈将新上市的香蕉乖乖拿到立法院分享 同事们纷纷捧场团购 她当然也必须不甘示弱 拿出花莲光复相限定的红糯米乖乖 肖美琴在文中称赞食品公司和在地农产结合的用心 她说每个乡镇都有各自的在地特色 这个食品公司也很不错 跟各地农产品结合 制造难得的产地限量特色点心